想要看電影的民眾這下有福囉 台東縣政府今年暑假 由文化出辦理的電影藝文專案 將從7月28號登場 不過縣長黃建廷還特別自費 包下了兩個場次 邀請志工、護理人員以及老師來看電影 我個人也利用這個機會 那麼包了兩場下來 分別是在7月27號 就是正式對外營業的前一個晚上 那麼我把它包下來 來招待我們全縣的志工跟護理人員 那另外第二場 我的自費的包場呢 是在8月17號下午的2點半 那內場是要用來招待我們全縣所有的老師 呼籲想要觀賞電影的志工、護理人員或是教師們 當天務必攜帶志工證 護理人員相關證件或者是教師證 縣本人免費入場 座位有限坐馬為止 也請大家把握時間在7月27號晚間7點半 蜘蛛人、驚奇再起 以及8月17號的教師場 公主與狩獵者 另外也請想要觀賞電影的民眾 把握機會購票入場 以上新聞東台宣言部 發明陳進雄的 台風報導 不,你沒有人侵害我 不,你沒有人侵害我 不,你沒有人侵害我